1,2,3,4 下面我们看一下 他们四个水分最先到达那个位置 我们赶快过去 快一点 从这边这里下去 这边这里 从这边这里 不对啊 我的游王怎么不见了呢 在这 这一把武器 上面这个标志 看我是那两子战队的吧 我想起来了 这个是那个光辉战神的武器 那你好像是光辉战神吧 这里还有一个 这个上面也有一个两子战队的标志 它好像是那个甲龙战车吧 不对 这边好像少了两个轮子吧 它应该是变成错误 我们重新给它变一下 打开轮子 合并腿部 合并战车 我发现这里只是半个甲龙战车 还缺了个车头 这边这个挂钩 它应该是个车厢 我们看一下 哎 在那里 这个下面应该是吧 这里果然是 上面有个这个标志 也是两子战队的 下面我们组装一下 组装完强 超车的一个甲龙战车 这个甲龙战车是可以变成这个光辉战神的腿的 但是上面还少了一个红色部分 还我想到了 刚刚在 哎 哇塞 在这里 超车的一个驯龙战车 这个造型也太帅了吧 下面我们可以组成光辉战 还不对 那个上面好像还有一个 这个上面的难道不是驯龙战车吗 还不对 它这个造型也太酷了吧 上面有两这个东西 哇 跨的可能很强的 还我想到了 这个好像是那个超音战车 下面我们把这个超音战车变成一个机器人形态的超音战神 这个光辉战车的武器还可以安装到这个驯龙战车上 这样就变成了一个武器形态 驯龙模式 开始变形 超帅驯龙模式 变形完成 甲龙模式 开始变形 驯龙模式 变形完成 光辉战神 开始变形 超帅 光辉战神 变形完成 量子战队 超能变